为在花莲看守所旁的美轮生态园区 近十年来都没有进行整理荒废已久 为了活化公园的活动空间 花莲县环保局副局长饶庆龙 陪同县长徐真伟 副县长严新章前往会刊 近日将进行整理绿美化 增加一处休闲空间 为了活化美轮山整体生态休息的场域 会政府在明年92年向洗测液委员会 以计划型来争取补助 来依注进行规划设置 由于抗设所一旁的生态园区 荒废了十年之久 加上新新路和中新路也在拓宽新建 同时也通车完毕了 为了重现公园的使用空间 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副局长饶庆龙 陪同县长徐真伟 副县长杨新章 财产所长刘台文 建设处承办人员前往县长会刊 现在徐真伟表示 由于荒废已久的生态供应 已经没有涨意的土地面积 皆有一公顷之大 空间可以说是相当完整 也只是花莲就在过年之前 能够整理完成 把杂草全部清理完毕 在过年期间提供 乡亲前往他亲的好地方 花莲县府也积极规划 作为休息的好所在 也成为火化工人员的第一个指标 先期规划要助力美化 未来也会逐步建置 其他休息空间 让大家来这里游玩 记得喜欢花莲的 好 好 好